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們一起看天氣 最近大家很關心這個浣熊颱風 它大概有一個明顯的大轉彎 現在來看的話 最新的預測它是往北走 不影響台灣各位可以放心 原來是覺得它會往菲律賓方向 可能有點像公班效應這樣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它往北走 那關島附近又一個熱帶性低氣 這個有可能會變21號颱風 但是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等到深層前 我們再來給大家講就可以 近期還是東北風的天氣 北東雲多偶語 中南部要留意一下空汙 各位可以看這個就是浣熊 其實原來都不靠好它 可是沒想到它生命還很強 它中心的風速還真強 而且它可能還要在一兩天之後 才會逐漸的消散 那這邊就是關島附近的 其實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 目前來看的話有機會會發展 台灣這邊就是東北風的天氣 目前來看的話會持續一陣子 這個浣熊大概會慢慢的往北走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你看外圍水氣當然很外圍有 但是整體而言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我們台灣這邊還是東北風的天氣 那未來呢可能還有這個 21號颱風會生成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等到快生成 我們距離台灣還很遠 我們都還有準備時間 所以大家不用一直關心說 21、22、23什麼時候會來 這個其實有時候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很遠幾千公里外 這個變化都很多的 那台灣這邊還是處於東北風的天氣 所以這個就典型東北風 如果你坐高鐵的話到桃園就有感覺了 逐漸就有感覺了 往北部就陰沉 中南部就很穩定 但是要注意空污 那未來這幾天都是類似的天氣 改變幅度不是很大 那可能是到了下禮拜四五之後 再有一個變化 那目前來看的話 這樣的情況呢 就早晚晚上要注意 北部比較涼 中南部還滿舒服的 但是清晨會涼 會涼 稍微留意一下 最近呢已經有不少人感冒了 稍微晚上睡覺的時候那個背 或是整個可以稍微換一下了 再多一些暖一點點的措施 那整個呢明天白天 北部還是涼涼的 中南部呢還是很溫暖 南北的天氣差距很大 南部呢就是屬於空污 一個台灣這麼小 其實整個天氣環境變化真的蠻多的 特別在秋天的時候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明天見